52. 星島日報 管有他人三證件案女港師哭清十獲忘報 2015年5月9日法庭A28名外專上學院女港師使用長者八達通達港鐵 租植查時出示他人身份證登記,以值此逃避罰款 令被揭發藏有兩張大學生證件 女港師作逐指辨清案發前七日內,十獲上述三張他人證件 因工作繁忙等原因忘記交還當局 被告陳麗容32歲,公稱食判理工大學學生證 是在上課途中十獲,城市大學學生證則於學院飄書活動中在書本中發現 他十獲後增交到學院辦事處,為職員叫他將證件交回相關大學 他其後決定由技級有關機構,曾問同事者由飄彈得果 由因工作繁忙而忘記處理,對於一直未有歸還表示愧疚及自責 涉判不屬於被告的身份證,持有人於09年報室 根據港鐵記錄,持有人於11年至去年間四度被發現使用長者百達通達港鐵 事後卻欠交罰款,被告作肯定第二清其中三次他證在會見學生或開會 另一次則忘記了,被告的學生將家同工清事發前一天,確在校內十到一張身份證 並交與陳處理,案件去下月十九日續審,案件去編號 沙田刑事3627 ,記者梁子君